9月28,鸭鸭提前给大家送中秋祝福了 又到了每周看鸭鸭最幸福的时刻 北洞提前在中秋前一天更新了鸭鸭的视频 只见李奶爸把笋笋放进麻袋里让鸭鸭寻找 我窝头依然放进了小竹篮里让鸭鸭很轻松拿到 快两个月过去了,鸭鸭的生日抱枕依旧像个心态 可以见得鸭鸭多么珍惜身边的东西 这要是隔壁闲眼,猫三太子,早就拆坏了 只见鸭鸭拿起被奶爸包好皮的竹笋,大口嘎嘎炫 比起刚回来不久,那时候还古兽如柴 在大家每周的见证下,鸭鸭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的一天天变化 现在的鸭鸭脸都变圆了 吃东西的时候满脸享受 今天鸭鸭面对镜头,眼神炯炯有神,充满了探索和好奇 跟刚回来的样子简直天差地别 短短几个月就脱胎换骨,变得年轻貌美 多亏了北洞工作人员们的付出,给他们大大的赞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,也是鸭鸭回家后的第一个中秋和国庆 相信明天鸭鸭跟家里的其他小可爱们一定会吃到美味的月点 鸭鸭也祝大家中秋快乐,团团圆圆